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内容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这个数据治理呢没有达到我们业务所需要的这个目标 还有就是企业的这个客户呢和用户呢对于数据的实用程度比较高 第二个层面就是关于我们工具的这个集成和协同的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在借助DealOps的时候的话 大家的工具其实功能点都是能够满足业务的要求的 可是业务对于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呢 并不能达到一种非常顺滑非常敏捷的一个过程 那为了解决以上的困难呢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思考 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研发与软件研发的差异 DataOps呢是基于DealOps提出的 DealOps呢是应用在软件研发过程 软件的这个持续交付和持续集团和持续部署的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这个数据研发与软件研发的这个主要差异呢在于 数据研发它的主体更偏向于数据 然后全过程呢对于数据的这个架构呢 那质量标准安全都有更高的要求更严格的这个规范 首先在需求阶段和事业阶段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对于数据研发来讲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数据的这个安全和质量问题 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啊 数据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就是我们在衡量我们的这个数据商机的时候的话 你既然能满足业务的要求 你能满足技术要求 但是你不满足安全的要求 那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数据质量问题 数据质量问题是衡量我们能否为客户提供所需要的数据价值的一个标准 严重的数据质量问题的话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数据商机的措施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测试阶段 相对于软件测试来讲的话 软件测试它的测试周期呢 一般情况来说都会比较短 而且那个测试员和银行人员呢 也会更容易去明确 我们触发一个请求之后 他给我们的反费是什么样 这个结果是我们在操作之前就应该明确的 就是比较清楚的明确的 那对于数据测试来说的话 它的测试周期呢 一般情况来说都会比较长 而且测试的这个结果确认呢 有可能不需要我们的业务人员通过一些 借助一些肯定化的分析工具啊 来辅助结果的确认 对于一些这个大数据体验来说的话 还有可能会经过一些 几个月甚至短长时间的数据积累 才可以方便我们对于结果的确认 最后的话就是关于预备决断 其实对于数据研发来说的话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运营的部分 我们应该持续的关注数据质量 和数据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思考就是如何推动能力的持续升级 DataOps的建设呢 不是一粗而救的 也不是我们举一味的建设平台工具 当然平台工具很重要 它是衡量我们的所为业务提供 所需要的工具支撑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 但是呢相比于工具来说的话 DataOps的生态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呢 数据运营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在试试DataOps体系的 这个生态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呢 也是领期了传统的建设思维 以这个运营为主 以平台建设为主 以业务和问题为导向 以数据质点 实现数据质别运营的质点 实现实产选顺务提升和数据资产的档果 第三个思考 就是创新技术的应用 尤其是最近已经的时间 在XLTPT出来之后 大家都在调了AI和AI的这个部分 包括区块链这部分 这种创新技术的话 由于我们的数据研发 治理运营体系进行深入融合的话 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我们数据研发的 所使用的成本 那基于以上的思考 几个思考 联通在于 在DataHub的形态体系间断过程中 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整体的 数据研发过程 大部分还是依靠人力的 这就需要我们大量的人力成本 并且平台的建设也是 严通灵力 数据研发治理体系 三个体系也是各自为站的 整体的人员的数据管理意识 也是比较活络的 这也导致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问题的 排查的困难比较大 跨国能协作的成本比较高 还有我们数据运营的成本也比较高 这个问题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经过两年的不断的实施 也是成立了一个 专门的复合型的数据治理的团队 全面探查数据治理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初步形成了 这个统一的各种规范体系 也是初步建成了我们这个数据治理的 平台工具的流动能力支撑 两年以来呢 我们就在过去的两年里呢 我们不断地对数据治理进行宣传和培训 整体的这个数据管理意识呢 包括我们的管理啊 业务啊 还有这个技术人员的数据管理意识呢 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们也初步建成了这个 靠我们的协作的这个协动机制 但是呢 问题还是存在 就比如我们这个问题排查的这个 虽然不畅 协动失缓的问题 还有标准多张皮的问题 还是会有 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对第二个阶段的这种问题呢 进行了这个深度的剖析 也是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数据加工场景 形成了一套在我们企业内部化 这个数据治理的方法论 并且也是会形成了我们的企业数据转化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关于这个 智能化和自动化的阶段 就是我们会将这种欢迎计划呢 与我们的数据研发治理兵体系 进行深度融合 全力达到 联东大科具 智能化的问题 目前呢 联东正在属于第三阶段 向第四阶段转化的部分中 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是 呃成立了实现了这种一套方法 一套制度两个平台的能力架构 呃首先一套方法呢 指的是数据治理欺负法 这个数据治理欺负法 跟联通 跟那个DateOps在 关于数据治理的定义呢 其实是 呃 大家相不相承的 嗯 DateOps也认为 这个数据治理应该 深入到整个数据研究 它的每一个环节里面 应该将我们这种 传统的 后置的数据治理 向前引导 比如中置甚至是前置的过程 呃 这种前置和 中置甚至是前置的数据治理 能够在 我们的数据问题 对于发生的支出呢 发生的问题 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去解释 这也避免啊 我们后续经济 后数据的数据加盟过程 呃 同时也可以阻挡 我们的 产业的中期和链路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 呃 一套制度 呃 我们所指的是这个 规范制度 呃 管理制度和各种规范 呃 呃 连通呢 就一家央企 肯定是 这个执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还有遵循 啊 华业规范 并且基于此呢 也是成立了这个 这个1加12加N的和 呃 这个制度框架和 1加10加N的起标框架 从集团层面呢 呃 由上至下的去执行 呃 刚性执行 目的也是推动 这个数据治理的成效 呃 呃 两个平台呢 第一个是 一体化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呃 这个一体化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一体化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里面包含了 DataOff所相关的 所有的平台工具 这些 这些 其实不是说我们简单的 把这些工具模块 变成这种 一个 放在一个页面里面 而允许这种点击 它底层会有更多高 就是更深层次的 工具之间的协同 和集成的关系 呃 安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对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 它是底线 或是同线 就是任何人员 任何操作行为 不允许触碰到安全 不仅仅是数据安全 平台安全也是有各种方面 呃 呃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构建的 呃 协同机制 对于DataOff存在体来说的话 协同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呃 呃 联统也是围绕着安全标准 开发调度质量 原数据BI和监管 八个重要合影点 实现了这个全过程的安全管控 全面化的标准管理 对我们的八线的 技术协同机制 首先第一个是安全 呃 以安全维织新构建的 全过程安全管控的协同机制 呃 我们刚刚说了 呃 安全对我们公司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啊 我们也实现了 无亲方式的话 对于在整个数据研发过程中呢 的安全管控 实现了这个数据 呃 呃 采集 流转 加工 存储 呃 呃 销毁的全身的武器 第二个呢 就是以标准为中心构建的 全面化标准管控 全面化标准管理的协同机制 呃 我们以标准为牵引 呃 结合原路具管理数据模型 管理和数据质量 管理形成的数据治理并化 第三个呢 是以开发位中心构建的 一体化数据研发的协同机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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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 数据开产平台 名字就 呃 呃 数据开产平台 能够为用户提供 呃 呃 可视化 可视化的这个代码编辑器 色够编辑器和色够执行器 呃 呃 这种用户可以在第二 呃 可以在数据开产平台完成整个数据开发的 就呃 数据开发的开发部分 嗯 除了开发部分以外的话 还可以完成整个任务调度系统的 工作流的开发和测试部分 完成整体的开发和测试之后呢 可以将工部流以工作流的维度 发布到任务 呃 发布到我们的生产者调度系统去运行 这就避免了我们以往这种用户 以单个数据加工任务进行发布的 重复的发布 发布 发布 呃 其实这个数据开产平台 我 我刚刚说完之后 大家可以 可以提不到 这个数据开产平台对于整个用户来说 它是 呃 需要用户去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 但是我们在整个做工中 这个数据开产平台对于我们的数据研发人员 是要友好的 但是对我们的业务和我们的客户来说的话 呃 是他们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从 数据加工任务本身去分析 我们可以笼统的 将数据加工任务分成两类 一类是 复杂的数据加工任务 这个复杂的加工任务呢 是 必须要 我们的数据加工任务呢 我们的数据加工任务的 进行后的 呃 那个编码啊 然后测试优化的过程 那当然这个 这个其实要严谨以来就是 现在至少是这个 这个样子 后续这个 这个 哎呀发展到已经成功的话 是不是需要呢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 简单的数据加工任务 这种加工任务的话 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 Wallafi数据库自带的这种函数 啊 完成数据加工的过程 那我们将这第二种 数据加工任务呢 通过平台进行预设 包括 这种 包括这种数据加工的函数啊 还有一些通过的数据加工过程啊 进行通过 系统进行预设 用户可以在系统 这种 拖拉拽的方式 或者是 在页面点击的过程 完成数据加工过程的配置 那这就是我们第二套 具备数据加工能力的 平台 数据集市 数据集市 它的数据来源 可以是 数据加工任务 数据加工任务 的某一个环节 也可以是 直接就是原始数据 数据集市里面 集成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 数据集成 和 任务调度配置 和任务调度的 这个插件 它可以具备 独立部署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 与我们的 易度化数据自然管理台里面 数据集成 和任务调度 进行集中部署 这个数据集市 它的 这个业务产品定位 除了为用户提供 这种 零代码式的 数据开发任务 数据开发的过程以外 还可以作为 我们需求 确认阶段 过来 需求确认阶段的 这个 数据探查的过程 同时 数据集市 它的数据可以直接 对接给BI 和报表 还有指标 标签的这种 这种过程 所以用户 在整个 就是数据集市这边的话 这一侧可以玩指红 从采集 加工 到数据应用 整个这个链路的数据加工 数据价值的过程 数据价值体现的过程 下一个呢 是以调度运营中心 构建的流程化 属于交付的协同机制 任务调度系统 是整个 我们整个易度化数据自然管理台的 一个核心的系统 也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系统 它负责整个 数据加工任务的运行 呃 我们的 这个 任务调度系统就是 在这里头 让你们看见啊 就是以调度 以那个Dolphin 作为的基础 就开发了 我们当时在 做自己的任务调度系统团 也是调研了 嗯 那个时候 大概是20亿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 比较流行的计划任务调度系统 我们对任务调度系统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苛刻的 从我们技术 业务 到生产运为的每一个角色 对于任务调度系统的话 都是有各自的要求的 而且它需要支撑我们复杂的 这种数据加工场景 我们常常出于体量 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概体量是 每天工作流应该是在 一万三千多 然后任务的话应该是 六七万多 现在的话已经到两万多 就是我们工作流单身的话 已经到两万多 然后这个任务实力的话 应该有十万以上 嗯 这种数据产品的话 我们所以 所以我们对任务调度系统 这种特别的要求的话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也是经过非常慎重的调研的 嗯 最终呢 我们选择以Dolphin Skyler 作为我们的技术 然后进行的开发 呃 我们当时做的一些 重要的工程化 一些通用的工程化 都已经供陷到社区了 目前还是有一些 刚刚高老师也提到 这种系统接通之间 就是系统之间 就是系统之间 协同和交互的过程 我们当时也是跟那个 呃 跟代老板聊过一些 也是想想想想贡献的 但是当时 种种原因导致我们 我们一期脱带说 咯咯现在 近期我们会打算 把这个文件跟 后面跟高老板 和高老师再聊一聊 然后我们可以考虑考虑 就是大家协同一下 是有这种通用的场景 呃 不仅仅仅对于 如果说我们的企业 不需要试试DATOS的话 我们企业加工体量 没有那么大 我可以不参照DATOS 但是 你只要有数加工的话 DATOS 这个Dolphin 其实它就非常重要 那开源 开源社区这些 这些我们 在选择开源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到 我们对于企业用户的 一些要求 比如说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我们的企业用户是 比较特殊 我们的企业用户的话 有技术人员 还有一些 就是外部的企业客户 那外部企业客户 大部分也都是业用户 所以我们的业用户居多 那你在 在推动一个 这个调度系统 在推动一个平台落地的时候 你跟他说 我这个平台特别贼棒 这儿好那儿好 但是你需要学一些东西 那人家可能会比较忙 所以 如果你要 你要提升它的使用成本的话 它可能不会再接受 所以调度系统 不仅仅调度系统 就是我们整个平台 某一个系统在上线的时候 在我们选择这个系统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 以业务角度去出发 我们怎么去降低业务的使用成本 除此以外 还需要考虑原有的这种使用成本 其实调度 就是Dolphin的话 在最近几年时间的 发展是非常兴奋的 我们21年接触的时候 那个节点的话 大概就 十来个左右 屏幕就正常 然后现在 这个23年的时候 已经发布到 本地版本已经3.1.8了 现在已经快3.2.0 应该已经发布了 它那个 那个系统 就一页已经显示 那个任务节点 一页已经显示不下了 就是你 你要往上回路 才可以 才可以看得全 这种 这种 这种多样式的 数据加工类型的话 能够为我们企业解决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原有的这种 这种数据加工的使用习惯 我用的是这个数据采集框架 比如你是Tuber 或者Data 那原有的这种 你原有的这种习惯的话 现在迁移过来 迁移到我们的 那个高分上的话 实际上是能够支撑得了 并且我们还为 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比如说 刚刚高老师讲的 其他的这种方式 所以 高分呢 在整个 迁移 在整个应用的过程中 不管是 大家是 比如说我原来没有用的 标准系统 那我在 随着公司的不能发展 我现在可能需要一个 任务调度系统 或者是我原有的任务调度系统 我现在需要进行迁移 它已经铺满了我的 这个业务 或者是我们的 架构的要求了 那调度 都是一个非常 这个刀粉呢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下一个呢 是以质量为中心 构建的自动化 据为协同机制 质量呢 与原数据监督管理 任务调度 数据模型 功能管理和数据存储 进行协同 实现了这个数据质量问题 数据质量的自动化探查 并且从规则定义 任务监控 运行方案的定制呢 实现了这个 自动化的问题探查 和这个构定的阶段 我们也会 有问题之后呢 也会形成自动的 这个 自动形成问题工单 并且会跟踪 整个问题处理的全过程 而且同时也会 生成这张报告 下一个呢 是以原数据为中心 构建的这个 数据资产的 运营的协同机制 原数据呢 是整个数据资产运营的 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也实现了这个 业务技术操作员数据的 统一管理 并且呢 与数据模型 数据开发 和任务调度系统的协同呢 实现了这个 数据资产的 动化探查 并且也具备了这个 血缘链路分析 和营养分析 构导分析的努力 这个其实 营养分析呢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 以往的这种 这种 经验里面发现 生产问题 很大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用户在修改 它的数据加工任务的时候 影响到了下游 而且 我们如果是 简单地去 依靠任务调度系统的 任务学院的话 是不足以能够 覆盖到所有的 这种营养场景的 因为对于 整个数据加工任务来讲 它的下游 有可能对于 任务调度系统上 它是不同的工作流 甚至有可能是 跨向的工作流 所以这两个工作流之间 有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而如果你 以数据学员作为技术的话 它的数据学员 下游的这张表 是能够制造的 你修改的这张表 它影响到 下游的这张表 但是这张表 所使用用户 和所产生的这种任务的话 所涉及到的任务的话 它是不清楚的 所以这种原数据 对于任务调度系统的协同 能够将任务学员 和数据学员之间 进行融合 能够更大范围地 去覆盖我们所修改的这个任务 它影响的 到底是有哪些任务 并且通知相应的人员 能够更大成绩 去降低我们生产人 这种生产人数据的故障 再一个是以BI为中心 构建的 理解化数据赋能的 协同机制 BI是为企业提供 迅速分析数据的 技术工具 通过对数据的整个分析 组织呢 完成从应用数据 从结果数据到 应用数据的转化 再下一个呢 是以监督为中心构建的 全流程效能评估的行动机制 横向拉通需求治理 研发的全连路 纵向关通 研发运营的全过程 实现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构建的评估评 评估评价体系 全面实现 管理与生产效能的可视化 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DateOps的一些体会和整洁 首先呢 DateOps它的实施过程呢 需要我们有具备专介的 数据运营和数据治理的团队 其次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基础设施 我们刚刚讲的是平台 除了平台以外呢 还有比如我们的标准啊 这个人员的培训啊 等等啊 流程啊都是属于我们的基础设施的范围 再一个呢是数据费轮效能 这个数据费轮效能的话是由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费轮的总监提出来的 最先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认为整个DateOps它的 就是数据运营它的前期的后期呢 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的 就像我们那个玩的费轮 不是费轮 这个 昨五的一天我去听曾辉老师在那边演讲的时候 就是咱们那个白金开元的经理 他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费轮 只不过是在社区运营的这个范畴 就是大家的这个理念都是共通的 就是你在去运行一个费轮的时候的话 你运行的前期 你在将它赚起来的时候 你需要发挥比较大的能力和技术 但是它赚起来以后 你如果想要运营它 你知道 就是小时候大家玩的那个 我东北人了 到冰杆25 大家聊不了解 就是你只要抽它的时候的话 它就力气就比较小一点 技术的话也相当于来说 会有降低 联通力也是以安全一个中心 开发域 运营域 治理区和运营域相互结合 行动闭环的管理 最终实现数据费冷的效益 下一个呢 就是整个DateOps的实施呢 需要我们的团队平台 还有我们运营实施方法 之间三方面 共同的协同提升 协同管理 才实现我们DataOps 生产协同的提升 在我们实现 DataOps 生产体系落地的过程中呢 我们如果预言问题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些 其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但是呢 我们需要结合我们自身的数据的 数据的 企业的数据交流场景 和企业的数据文化 来做一套适合于自身的DataOps 完全没有必要去参考别人 参考别人的话也不一定能适合自己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觉 就是我们在整个平台研发过程 我们讲我是做平台的 这个平台研发过程的话 除了产品以外 我们技术人员也需要具备一些产品的思维 所以我们需要以技术角度去提出一些 对于我们的技术本身 对于我们平台本身的一些优化意见 才可以去更好地推动整个平台 推动平台DataOps 和生态体系的旅途合作地 就到这里 谢谢 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 王老师 王老师你好 我这边有个问题问一下 我看您大部分 很多是讲数据市里相关的 我想让您了解一下 联通的话 在数据质量落地这块 是如何落地的包裹 然后怎么去做这些卡点 推动大家是真正去落地 就是提升我们数据质量的情况 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下 因为数据质量的话 对于整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数据质量 是很重的一个 对于数据加工认为来说 是非常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的话 数据质量的平台 我们就已经具备数据质量的平台 它的触发逻辑的话有三种 一种是手动触发 中心触发 还有自动触发 但是大家都比较想要自动触发 就是你这个任务加工结合之后 你买一个多个 然后自动触发你的数据质量集合任务 但是这种场景的话 我们当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资源 这个任务它在运行的时候 有可能是资源的水平高峰期 你这个数据质量的任务 我觉得好多企业在推动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听到这种问题 所以它没有考虑到这个资源的问题 或者是大家没有提到这种问题 就是它在运行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任务 这个集群已经到高峰了 你再去运行数据质量的任务 那就是血管加霜的任务 所以后面我们也是以 质量跟任务调度系统进行的系统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刚刚也说嘛 数据质量应该向前因的 变成中置甚至是潜质的过程 那潜质应该能够 中置应该能够 那么这种传统的后置的数据质量 可能是不太能够满到我们的这个要求了 那中置的话 就是通过任务调度系统 和数据质量的这种系统的关系 你在任务配完了 配完了这个数据加工之后 我们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在数据研发的过程中 我就给你通过这个标准 通过需求和各种确认的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质量的任务给你定死 第二种就是 你可以选择配 但是你必须得配 如果你不配的话 我们在整个发布过程中 这个审核过程中 是不给你做的 当然这个数据质量的极客任务的话 也是我们合理到资源的话 它是可以做异补的 比如说你出发了之后 等到基金资源降低的时候 再去运行 老师您好 您刚也讲到您的几个平台 包括数据开发平台 然后 我们公司跟联工的形势是两个像的 就是存在多大量的 开发人员和业务人 就是我想问一下 次元一点 就是在数据开发平台这一段的话 主要是 就是针对开发人员和业务人 这个工作界面是怎么进行划分的 因为刚刚您好介绍的一个数据提示的概念 就是通过数据集是把它给 把它的完全分开了 那么针对数据开发可能 针对业务人和开发人员这一段 工作界变的问题 这个我们没有去跨分 你必须得使用这个平台 如果业务人员他具备数据开发能力 他可以用 我们更推荐他用数据开发平台 因为这个数据开发平台 它提供能力更麻一点 它可以通过编码 而且这个编码过程 我们会进行安全扫盘的 所以对我们公司的安全来说 也是要友好的过程 如果说你不具备一个设计化 那你就使用出这个数据集设的 而且其实数据集设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部分 就是系统议设的动能 除了系统议设的动能的话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动能 传统系统 通过系统议计计计计计计好 除了这个系统议设的动能里面 我们还留了个口 就是允许用户 可以通过其他的课程去做 比如说你的这个 VDAO函数 这种VDAO函数 大家现在都带着这个图书 可以用自动议设的 你可以留下一个口 把这个函数传过来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 你只要满足我们的规范 把数据读过来 代码把数据读过来 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 协助我们的表演里面 都会通过参数传给你 你可以自己去 在其他环境 分析一个数据加密过程 传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把任务加密 就整个数据集市面的 这个练口 这种用户体系是怎么进行建设,是不区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其实不区分到底谁是业务员,谁是开发人员是这样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区分,它是业务的话,如果它具备这个能力,那就可以用更高级的功能 如果说它可能这个能力不足够欠缺,或者它的数据加工化也比较简单 其实对于数据,对于技术学来说,它如果没有那么复杂的数据加工化的话,我们也推荐台湾数据提示 因为这个数据提示,它后面是直接对接了BIO和波表的系统 所以直接把数据,对于数据流转来说的话,它会更友好 因为我们公司也分为一个技术部跟实际的业务部 这样两个问题应该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其实你可能整个用户体系的话,你可能得做一个区分 或者别是业务部跟实际上的做这么一个工作签略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一般数据增幻媒体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你不管什么的用户,你给申请的 就是你自身要考虑这个情况 如果你既想要数据开不开,也想要那个数据,你可以多多申请,它会把全页分给你 但是,你是用哪个,你最终用哪个去做数据加工的话 是根据你自身的数据加工程度来做的 我们不会去做 你应该用哪个或者应该用哪个 就这个应该用这个或者应该用那个 就是你要哪用哪个是由你自己去做的 谢谢 是他需要吗 我需要问一下就是,这个PPT里里能看到有一个部分设计到是指标管理 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设计到业务指标这块管理 就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业务指标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人员流动的一些问题,有些业务指标可能之前的定义是这个样子 后门它就变了,而且我们也感觉现在只能去手动维护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一旦沟通不畅的话,就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然后就是还是按之前的样子做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接触到这个指标的情况 就是跨谱邪恶之间也会,这个人就哪怕他没走他还在 但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口径对不上 你再说,这个成果他的问题跨过多了 那可能就是大家讨论的范围更有意思,对吧 所以,就是关于口径的定义 首先,为什么我刚刚说需要有一个那个,就是专门的统队呢 就是数据支撑或者数据运营团队来支撑呢 他需要把各种的图形对齐 包括刚刚您说的这种专门指标 如果人员离指标的话,他原来定义的其他的tump 是这个意思,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都不认就是 对 他不认,那确实是就得通过一些其他的图形 比如说你如果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这种平台的工具需要支撑你 你所定义的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认可的 首先你自己要给它一定的规范 就是大家的口径,我说出来这个东西 你是认可的,如果你不认可的话 你有地方查,你可以有地方查 我说你们可以知道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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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